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资讯、流行、文化 一字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十点零五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好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韦伯哥 韦伯哥早安 哈喽 树伟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最近其实非常夯的一部台剧 这个叫奇幻台剧 而且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收看的 百味小厨生 第一季叫做百味小厨生中原大餐 那第二季即将就要在九月的三号 跟大家见面是百味小厨生 武餐争霸展 欢迎的是制作人 汤哥 汤生荣 嗨 树伟微博 还有POP P Radio的朋友大家好 太久没来了 是 好 然后还有在百味小厨生当中的灵魂人物 现在叫做全民金孙是不是 国民金孙 国民金孙 欣瑞同心 阮伯浩 伯浩早 早安 我叫阮伯浩 是 他同心 不过他现在长大了 他现在已经是升国三了 对不对 对 你拍的时候是几年前 六年级的时候 四年前 四年前 他现在长大 所以他以后戏路会非常的宽广 希望吧 可以的可以的 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百味小厨生中原大餐 第一季是八月底的时候 八月二十号左右上映 然后在不同的平台上 那不同的平台都传来捷报 对 收视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觉得今天汤哥 他这个金牌制作人 他真的是各种类型都可以尝试 你说不管是这种 惊悚推理办案的 到现在这优质的儿少剧为题材 但是这个儿少剧知名 却扩及到全民 全家 对 大家都喜欢看 你真的是各方面的类型通吃 金牌制作人 没有啦 因为其实这个案子还蛮好玩的 就是我们那时候 也是谢谢富邦文教育进会 他们那时候 就一个儿少夫育的计划 大概是五年前吧 五六年前这样子 然后我们挑中了这个案子 因为那个时候一直感觉到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 大家都在讲说台湾的儿少类的节目 太少 自制产量太少 非常低 而且在大概开发中国家 我们大概是最后一名 真的是最后 我看过数据 我们比那个古巴 还有阿富汗还要少 就是那个儿童节目的那个量 非常非常少 所以我们那时候 在推动儿少节目的这个制作过程中 我们也决定做制作一出戏这样子 然后就选中了 那时候还是大肆的学生的这个 这个编剧 两位编剧 哇 对 然后就 然后就跟着我们一路把剧本弄完 然后 拍摄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漫长的辛苦的过程 对比较比较 刚刚又碰到疫情 对 刚好碰到三年疫情 拍摄的时候碰到疫情 OK好 那百味小厨神中原大三 因为你目前是做了 等于是拍了两季 第一季已经播完 先跟我们讲一下 他大概的剧情是什么 好不好 汤哥 好 这个故事是讲在这个清水小镇 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朋友 他的爷爷是这个阿公 他的阿公是 中泡塞 对 那这个中泡塞很妙 他 看得到鬼 然后当然 他的孙子也看得到鬼 这两个人都有通厌 那 这个阿公很希望 把这个 他自己觉得很好的传统 就是在中原 中原节的时候 煮这个 煮普渡的时候 煮好料给 给 好兄弟吃 因为你们知道 现在这个普渡的时候 大家 刚刚普渡完嘛 上面都是摆一些 就是现成的那种 饼干 泡面 可是以前 知道我们以前 我小时候其实也是 家庭都是一定要 亲手做的 然后 来给好兄弟 一个包餐一顿 因为一年就一次 所以这个 他就希望他的孙子 可以接下来这件工作 可是没想到 遇到了一个小意外 这个阿公就走了 这样 然后这个孙子就希望 透过 每次煮一道菜 换回阿公的记忆 阿公死的时候 当然就是 因为意外死亡 所以就希望说 透过这个 没煮一道菜 去唤醒他的记忆 同时 这些每道菜 也给好兄弟的 学习 煮菜的过程 做一点学习 就是温馨感人 而且在剧中 他也是阿公带大的 跟阿公感情非常好 其实这个戏 当然有很多要传达 比如说 隔代教养 或者是说 怎么认识死亡 然后怎么认识这个 就是我们对土地的敬畏 我们对死亡的敬畏 当然很重要是 小孩子怎么 怎么去面对 亲人的死亡 所以他是一阵 一块一块 每一集有一道菜 透过这道菜 去回忆阿公年轻的事情 非常的温馨 然后伯昊 你可以自己介绍一下 你自己的角色吗 我在戏中叫做蔡汉明 我从小就怕鬼 然后 偏偏他们都来找你 要跟你当朋友 对 因为他们跟我阿公很好 我阿公就是都会煮大餐 在中元节的时候给他们吃 然后我就 因为我很怕鬼 所以我就很不喜欢阿公煮菜 给鬼吃 所以 可是到长大后 有一天阿公突然走掉 然后就是 我知道他变成小朋友的样子 然后我要让他想起 我就必须要做菜 所以我就会克服 怕鬼这件事情 然后去煮菜 给鬼吃 而且透过一道一道菜 挖掘出很多当年的故事 然后拼揍出来这个 很温馨感人这个剧 对不对 那伯昊你觉得这个角色 最难演的是什么部分啊 最难演哦 还是你没有在演 你都自然呈现 我觉得 有一场戏还蛮难的 就是 被 亲美附身 就是 我要 扮演出 我被 一个人操控 但是 他只控制我一半 所以我另外一半 让我要想办法把他 把我自己想做的动作做出来 哦 那那个状态让你练习了很久吗 嗯 还好就是在拍之前 他们在用机位的时候 嗯 有在练习 哦 我听说你很小就拍广告是不是 呃 是广告童心啊 呃 二年级的时候拍了第一个 就是一个书包的广告 哦 然后后来怎么样发现自己对演戏很有兴趣的 呃 我是三年级的时候拍了一个 电影 叫 第九分局 哦 你是演那个 秋泽的小时候 哦 对 哦 你都跟林毅有关耶 对耶 哦对 哈哈 他好像还不止这个第九分局哦 他还有演过其他几部也是都跟林毅相关的耶 他明明长得这么 这么阳光帅气 对 哦 但是你你演那些戏的时候 呃 就是 你你你有受过专业训练吗 呃 没有就是有时候在拍戏之前 嗯 就是会上一些表演课 就是 呃 制片吧 嗯 是 就是找老师的 找老师来教你就对了 诶那你现在是变成国民 京孙 京孙耶 呃 这样会不会觉得说在学校走路有风 呃 不会啊 他们跟我就是跟平常的朋友一样 那你出去买便当跟早餐的时候会不会被人认出来以及造成困扰 呃 不会啊 不会 哈哈 那如果有一天变这样子的话会困扰吗 应该还好吧 你可以多问问汤哥如何面对这一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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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们两位都很有经验怎么面对这一切 哎 我觉得柏浩真的也是很有大将之风 而且他很pure 嗯 我觉得他很纯净 他现在已经国三了耶 哎 我印象上说国三的男同学不是都讨厌吗 分泌啊就会有点屁孩的样子 都拍你啊 但他很棒 他真的很棒 我们班都还好 你们班都还好 对 这是什么天使班级啊 是啊 所以他小六拍 那等一下回来了 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段快结束 等一下回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选角的部分 因为柏浩这个角色一定也是很多人想要整群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讨喜的角色 然后会被大家看到的 那等一下回来再来请教汤哥 百味小厨城中原大餐第一季 已经在这个完美的数字当中 稍微告一段落 要进入第二季了 那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第一季 赶快去追 因为在很多的OTD平台 没错 都有播出 包括了 My Video 好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10点18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感动了台湾很多朋友的影集 百味小厨城 中原大餐是百味小厨城的第一季 那接着9月3号就要进入了 百味小厨城武餐争霸战 也就是第二季了 那在第一季当中 大家看到很多的这个内容 其实就真的是一个在鬼月 在鬼月当中一点也不恐怖 然后非常温馨 非常的让人家会有省思 然后珍惜现在的一出很棒 合家观赏的剧 对 而且我想要问汤哥 就是当初在鬼月 然后有一点点这个灵异 但是怎么样在剧本的转译过程当中 让它成为一个合家观赏 很适合的一个作品 其实我也是受到国外的 额少节目的启发 我曾经就是看到一些欧洲 他们在处理额少体材的故事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什么机会 像你们会看哈利波特 然后他也是很奇幻 我还看过一个国家电影 他是演一个僵尸跟正常人生的小孩的故事 然后这个小孩子被生下来之后 他有一种奇怪的功能 他跌倒身体会骨折 但站站就好了 然后他到学校去的时候 就会被同学笑 说你是僵尸人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讲故事 其实他暗藏几件事 第一个小朋友 其实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是可以去透过 比较不同的元素来认识 像那个故事讲就是歧视 像一般如果你是一个黑人小孩 到学校去 或者什么原色不像一个小孩子 到学校去 可能会被其他 他讲是这样的 可是他不会用大人的理解去讲 他用其他的方法来讲 让公司理解 所以回到刚刚韦伯问这个问题 就是这故事其实确实吸引我们 就是说他想到了一个方法 来探讨这个小朋友 怎么面对死亡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故事 但我们在建构的过程中 当然是就变成说 也透过食物 透过这个 里面常常有个台词叫做料理 什么 料理最重要的是心意 对就是这句话是放出来 然后来作为这个沟通的桥梁 博浩在他的角色是贯穿全剧的灵魂人物 所以你当初在挑他成为这一个角色的 这个诠释的人选的时候 是这个过程可以跟他分享一下吗 还有就是说他是哪一个特点 让最后却凭重选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想要找一个 就是比较 比较稳的 因为这个角色确实是 比较不好演 你说你要通一眼 然后又要会煮菜 他要被附身 不用那么活泼对 可是其实蛮有趣的 我其实很多年前就看过他的片子 看过他演 因为我直直在念 淡烧念淡江的时候 拍的毕业之后 就是他这样 他说这个小孩子很没熟 所以他来的时候 我就说我好像看过你这样 所以我们就觉得他 那时候我就写 我觉得他很不错 至少不会慌张 然后非常自然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选演员 童心演员最重要的一块 自然 不能油条降细 有些小朋友会有 有些因为性言远久了 你就有一种 说不上来一种 我还讲他是油条 对就是被模仿了 他会模仿大人的表演方法 你没有自己的一种样态 或是说没有自己的个性 因为他想要融入这个社会 所以他就变得很大人的样子 那柏昊真的是很讨喜 我这样子坐在他旁边 端看他这样子觉得 这小男孩这个未来 这个有很大的发展 各位听众朋友 素未姐姐 漂亮的素未姐姐 现在看着柏昊的眼神 我可以为大家演绎一下 就是有闪着光 跟这个疼喜疼爱的这种 漂亮姐姐的样子 我现在看那个男生 十几岁男生 就是很像要帮我女儿 找男朋友的这种感觉 就是看一下 哦你的个性啊 突然变国民这么忙啊 然后你的喜好啊这样子 就是觉得 柏昊的特质真的很好 那在演戏当中 因为那时候才六年级嘛 六年级 你觉得在戏中 因为跟很多的前辈 尤其是演爷爷 你看夏静婷 还有不入爸爸 蓝正龙 都这么的资深 然后非常的有戏剧经验 你跟他们互动 有什么有趣的经验吗 他们都对我很好啊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六年级 就是请假 所以就没有上课 所以我就会带课本那些去现场 然后休息的时候 我就会在那边看 有真的在看哦 有 然后就是有一题数学解不出来 然后就那一场阿公刚好休息 对 然后他就过来一起看数学 所以 夏静婷 夏静婷 夏静婷的数学 是可以解的是不是 因为小六 我感觉好像蛮难的 夏静婷的小孩也很小 刚好那个可能课程 然后后来那一题有解出来吗 那题就是因为我解不出来 然后后来问就后来那题 其实就是在问我说 这题算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那我一直算不出来 然后就一直算 其他答案就是写错的 哦 所以最后你觉得全剧组 谁的数学最好 是汤哥 是导演 是夏阿公 还是不入叔叔 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只有阿公跟我一起看 哦 其他人听到他在算数学 不敢靠近 因为很怕他问他 你知道吗 问他不会的问题 哇 所以在现场 大家乐对你非常好 那跟那个其他的 同心演员合作 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吗 哦 在现场的时候 都玩在一起啊 嗯 有什么 聊天啊 玩真心话大冒险 哦 我从小就真心话大冒险 那你们真心话大冒险 都是会出什么题目啊 呃 你有在学校喜欢的人吗 有点久一点忘记 所以说在学校喜欢的人吗 或者什么之类的吗 比如说 在场的哥哥姐姐哪个最漂亮啊 哦 他说导演会不会很凶啊 或什么之类的 这样会吗 嗯 好像有吧 哦 导演会凶吗 没有导演 导演都没有生气过 从来没有生气过 对 哦 所以你们现场气氛非常的好 嗯 那你在料理那些食物的时候 你就是看起来很会做菜耶 是真的很会做菜吗 在拍之前就是导演有请一个真正的中post来教我 嗯 然后那时候就有做那个鸭赏 哇 鸭赏 这么高端 鸭赏是卤鸭赏这样是不是 就是那个第一道菜 哦 嗯 那很难吗 还好就是教我切葱段啊辣椒 哦 哦 哦哦 然后就是 那一天结束之后就是 导演有请我把菜刀带回去 是个一件事 专属于你的菜刀就对了 对那菜刀上面有刻菜汉 哇 那现在在你家吗 那一把刀 没有 哈哈哈哈 哈 剧主收回去了吗 下次可以继续拍戏下去 我一直想要拍下去嘛 哦 对对对 那你这样就是拍完之后 妈妈有没有很开心 是因为在家可以帮忙这个切葱段啊 然后帮忙厨艺啊 呃我们家里比较少在煮 哈哈哈哈 以后就可以麻烦你了 对出去买跟出去吃比较方便 哦 但是你偶尔如果展现一下的话 应该家人也蛮开心的哈 有有有有上次有煮那个就是那叫什么 番茄炒蛋 哦番茄炒蛋 是你拿手的菜 番茄炒蛋 哦对 哦那现在这个第一季的中原大餐里面就是最后一道那个地瓜球是不是 嗯 那个很感人的你知道很多人都哭出来了吗 看到哭出来 我妈妈跟我妹妹都看到哭 哦那你有看吗 有啊我有在旁边看 那你会剧透吗 说哎这等一下就怎样一直讲讲 会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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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就是会忍住这样子 嗯 很感人哦 嗯 真的蛮感人的 所以你应该很多同学也在看吧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看耶 他们会跟你讨论吗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他们另外开了一个群组你不知道而已 他们都在讨论 他们都在讨论 因为想说不好意思 因为真的不好意思就是就是你知道就是直接问你这样子 哦 我觉得这个演员的组合非常的棒 所以我想要问一下汤哥 就是当初找了夏静廷啊 不如这整个的这个casting的过程 怎么样产生一个这样很好的组合跟变化 我觉得这个在找演员还蛮有趣的 其实我们找不如演爸爸的时候 他是看完剧本就说 他也想要当制作人 他觉得这个剧本非常棒这样子 我说好啊你来跟我一起挂啊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但是你要贡献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在过程中 不如是很快就确定了啦 因为是好友嘛 嗯 然后他就 他跟待会可以想聊到现场的状况 但是不如确实是很会带小朋友 嗯 他自己小孩 他自己有小孩 他自己小孩带 你差不多啦 所以整个戏 我觉得他表演起来就很很爸爸的那种感受 的样子 所以非常非常棒 那夏哥我们其实也是很快就决定了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他本身的那个气质跟个性 我是觉得是跟这个我们要的这个角色很接近 所以我们就其实确实小朋友找了比较久一点这样子 然后夏哥啊或者是不如都是很快就被我们这个向重 嗯嗯嗯嗯 那接下来因为第二季嘛 百味小厨生午餐争霸战 那第二季的看点有什么呢 哦 我很喜欢第二季 嗯 因为第一季还是比较算是有亲子嘛 谈亲子关系这样子 那第二季呢 他其实是透过同学们之间的一种厨艺竞赛 哇 带出也是带出亲子关系 但是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嗯 所以这部戏第二部的话第二季就可以看到大量的儿童演员 哇 非常大量 而且每个都我真的觉得我们后来真的都跳得蛮好 跳得很好 因为他们就一样我刚刚提到跟伯浩一样非常自然 嗯 然后也也呃有些真的超乎寻常的的让你觉得感动 嗯嗯 然后呃当然会也还是会有些大人演员 嗯 也是都是义务帮忙郭哥啊 嗯 子余姐 他们真的说蛤儿童剧 嗯嗯 对对对就是来帮儿帮帮小朋友做一出好戏这样 是 他们都非常非常来愿意来帮忙 哇 所以第二季的看点可以看到群 群戏 小朋友的互相的火花 然后第二季的故事 嗯好 你要讲好了 啊 第二季的故事就是我遇到一个水鬼好朋友 嗯 就是 就是淹水 对 溺水 溺水死掉的 然后就是他会请我帮忙他做一些事情 嗯 就是跟他妈妈 他妈妈就是校长 嗯 嗯 不可以抱 不可以破格 哦 然后就是 好我说我打断你了 对他妈妈是校长然后呢 呃他妈妈是校长然后他就是要请我帮忙做一些事情 可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因为意外发现一些事情 所以就逼得我一定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对哦 OK 因为参加这个比赛 对 你刚刚是想要破滚是不是 没有 因为我不是要 好 没关系 那汤哥有没有补充 反正就是这次透过一个他认识这个水鬼朋友 对 这时候有一个愿望要达成 嗯 结果他就拜托他说 你要去参加那个比赛 嗯 那你就可以 让他的妈妈看到他 哦 所以 嗯 很感人 嗯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来跟大家聊 等一下来聊聊第二季的百味小厨神 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让大家可以继续的经验呢 马上回来哟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2023年下半年最温柔 最感动 最有趣的奇幻台剧 适合全家大小一起看的 百味小厨神 第一季中原大餐 好 已经 波笔了 好 进入了第二季 但是你当然第一季没有看 你可以去OTT平台来搜寻 OTT平台搜寻 可以搜寻到 在myvideo 他是在戏剧类的第一名 而且他的这个成绩非常的好 除了myvideo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的平台来 堂哥 就是在八大电视播完 大家可以在中华电信的MOD Harmie跟这个Catchplay Catchplay也有啦 myvideo也有 myvideo也有 myvideo 对多平台 我们在这几个平台都是 目前都是第一名 都是第一名的 那我们当然接下来 还有一些平台邀约 我们可能慢慢就会释出 是会有更多平台邀约 因为现在OTT之后 他其实就没有什么时效性 对 因为他就是一出一出戏上 然后大家的选择 那其实现在在不同的平台上 收视率都非常的好 都是荣登第一名 那表示说大家对于这种 其实很温暖的 然后又带一点不一样 奇幻色彩的 他是很期待的 然后又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演员 他不同的演绎 因为说实在 如果以童心来看的话 其实那个可以有更多的发展啦 对 其实我觉得谢谢苏伟介绍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少人 在电视前面 全家人一起看电视的时间 也越少 是 而且我觉得台湾还没有 真正为儿童的 儿童的观点去做一些戏剧 很久啦 听说上一出是30年前 我们这一班 我们这一班 对 我们小时候是什么 家家福 还有爱的进行事 还有母亲带小鸭 母亲带小鸭 对 家家福全家福母亲带小鸭 对 就是我们小时候 甲敬文少女时代 对 甲敬文 对 就是我跟韦伯在 博浩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在看的 以前还有什么爱的进行事 对 那年龄很好看 对 对 后来就真的没有了 年轻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他完全不懂 但后来真的 这中间二十几年都没有 我觉得 从汤哥的角度为什么会断掉 然后这一次这么棒的一个成绩 给你有一些 就是心情的激荡 其实很重要 因为你们也都是媒体人 你知道台湾在有些电视发展 在开始大要大要升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是更主动商业化 虽然有一些平台 他们会标榜着是 比如说金子台 可是他们确实 这娱乐面的东西 或者是说教学面的东西 数量没那么多 所以其实透过 而且戏剧就更少了 所以刚刚提到 因为戏剧很花钱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 这个戏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就是全家可以在家里面 看着一起看电视 所以也谢谢巴达给我们一个 这么好的时段 周日的八点 真的是黄金时段 周日的八点这个非常黄金的时段 其实全家吃完可以全家一起 合家大爷爷奶奶 然后孙子爸爸妈妈可以全家一起看 我觉得这个是很希望 再找回一些大家可以一起看电视的时光 是 他也算是一个抛砖引玉 就是让很多的这个愿意出资的电视台也好 然后OTT的话 其实可以做更多像类似这样子 适合全家大小 而且是 虽然说是儿少 但是他其实是 他谈论的范围很广泛的 是适合全家大小一起看的 汤哥刚才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说青子台可能是更小 在台湾 不管是这个幼幼台 嬷嬷青子台 都是好像年纪再小一点点 可是所谓这个teenager的这一个 儿少青少的这个 是不是特别缺 对对对 其实大部分的现在的青子台 他们都是学龄前的节目多 就是哥哥姐姐带着他们运动活动 唱唱跳跳 或者是一些卡通 然后动画卡通的话 最最 我们我们现在全台湾的这个自制率啊 就是百分之八 其他百分之九十二 全部是外购的 对 那这外购的话 其实就是买全球的节目来播嘛 配音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 我们也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没有帮台湾 从台湾的观点去制作一些节目 for小朋友 那这些小朋友慢慢就是从小来看 都是国外的观点 国外的节目嘛 国外的卡通 台湾到底这块到底要不要经营 就是 这也就是富邦 一直想要推动的事情 就是爱玲姐一直带着团队 一直想要推动的事情 然后我们有一群 有教育学者 有电视台制作 有纪录片导演 有编剧等等的 我们这群人就是常常在一起聚会 就是一直想要怎么样去把 好的儿少节目在台湾可以提升 就像韦伯刚刚讲 他不只是就是学龄前的 对 学龄的还有些少年的 青少年的 像 像 我就看过 这个岳父邦 常常常年在全世界搜寻好的节目 也可以在my video看到 就是他们 播放 全球最好的儿童节目 这样子都在上 儿少节目 应该说儿少节目 亲子电影院有一个这个栏目 对对 所以他其实可以看到 他们做的样子非常非常多元 不像我们台湾这样子 我真的没有在为 小朋友做想更多的事 这个也就是我们想要 一直想要去 好我们要去努力去钻研这一块 把这些事做出一点 至少我们做出一些 跟台湾有脉动接近的东西 他们可以 孩子们看的时候 我都是一直在看国外的东西 我想要直接问汤哥 你有想过这一次的成果会这么好吗 其实你问的真的 问的真的 其实我们都非常担心 因为这个是一个 令我们很害怕 说这个题材跟这个样子 其实是不是可以真的 引起大家的回想 可是数据在第一次播出之后 其实我们先给很多比评人看试片 看完试片他们都没有想到 而且我们在台北电影节 所以你们有全世界首播 我们在台北电影节 先播三集 全场是笑笑哭哭的 真的我们有点惊讶 反应很好 所以我们就有点自信了 然后当然上架以后 两个礼拜播出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微愧的很好 它是半小时半小时 是是 然后因为 要让电视台是习惯 所以它是一次播四集 这样 所以是一般看两个小时 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 比较独特的播出方式 但这样的尝试 可能也给很多的朋友 想要制作这方面节目的朋友 有一些信心 对是一记强经争 对 我蛮好奇的就是 你看就是 你现在要做这些内容 其实刚好就是 博浩这个年纪可以看的 博浩如果在中原大餐之前 你都看些什么 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看一些电影 韩剧 你也会看韩剧是不是 爱情片吗 你有看过爱的迫降吗 没有 妈妈有在看吗 没有啊 所以会看韩剧 会看电影 但你们不是这个年龄 大部分时间都会在 手机或iPad上面 去看你们的YT的 想看的东西会吗 我都是用电视看那个 因为我们电视也有 智能电视 那都看哪一类的 鬼灭之人 都看 动画是不是 动画也很多 手术回战 我比较少看动漫 那你都看什么 温布敦 网球公开赛 电影啊 他们家其实是全家一起行动的 我觉得很棒 因为刚才汤哥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现在我们即便是在客厅 大家也会是 各自看电视 然后妈妈看iPad 小朋友看手机 非常个人化选择 所以做出一个这样的剧 能够大家一起看 这是在这个年代很难的一件事 没错没错没错 而且汤哥他们做的戏真的是非常的多元 就是说他的触角还有类型真的很多元 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 他可以善于去挖掘新的编剧 跟年轻的导演跟创作者 没错 对你这个超能力是怎么练成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 整个OTC是算是一个 这样的这样的business model 其实大家都属于个人的收看比较多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多类型的展现 那就可以比较满足各种 分众观众的需求这样 分众更多了嘛 所以其实我们在五年多前 我们就决定说慢慢慢慢开始 要去推动一些不同类型的戏剧 所以我们公司也会做查经 这种历史的东西 然后也会像这种儿童剧 当然未来还有各式各样历史 我们也会做一些跨国的历史 像我现在当下在拍 昨天刚杀新是拍一个 一个移工的故事 移工在台湾 而且这个移工很有趣 他是谈的是一个 在越南的一个白领阶级 是一个医生 可是他来台湾就会受到歧视 但是他怎么在这地方生活的样态 哇这蛮特别的耶 因为一般我们都觉得 移工来台湾 因为可能是有补忠 有不得不 但是他在越南有这么好的工作 他来台湾 这个故事也蛮有趣 我们今天早上第一小时的call in 我们刚好有一位朋友 他打电话进来 他就有提到说 很想打电话 是因为我们明天是 Pub Radio 14岁台庆 然后他刚好今天带了一个 14年前来台湾工作的菲律宾移工 所以那个移工 在台湾的表现非常好 可是没有好好游过台湾 所以他今天带他去一些景点游台湾 然后明天就要把他送回菲律宾了 对就要坐飞机了 所以他就觉得说很有感 然后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在台湾这样的移工 真的很多很多耶 对其实我刚好也因为做的多类型的戏剧 我也帮忙推动一些 比如说最近很有名的戏叫做八尺门 你看到这个故事 然后我们除了 因为我拍了这个画外之翼这个戏的时候 我就同时也决定接下了这个移民公文学奖的主办 因为他停了两年了 因为那个主办人说他太累了就没有钱 后来我就决定把他接下来 所以我们今年办了这个移民公文学奖第八届的比赛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 因为他已经是第八届 其实我今年也就是开始动用的 比如说我就把吴康仁抓来当评审 哇太棒了 哇这么大咖的比赛 对就是下次也欢迎舒伟跟 是可以可以可以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移工写的这个文学比赛就对了 然后我们今年也 9月1号有另外一个电影我们做的代理 就是去年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九枪 是 他也是谈移工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希望这个话题就是可以成为观众 因为其实你们都知道 就是说现在台湾很多大型的工地工程 其实台湾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去 是 所以都有赖移工的协助 然后还有更多大量的 因为我们老年的话社会开始 然后其实都要靠 外籍的照看护来帮忙 他们在台湾的整个推动面貌上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不能不去承认去认识说 他们在我们身边这件事情 怎么跟他们相处 怎么在制度面跟他们好好的相处 让他们在台湾 他们是离乡背景 所以他们怎么在这边去 安心的工作 来让台湾社会变得更好 那这个就是刚才我讲 我其实就会去想 像这种题目 我就是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想 我就是会一直累积对一些社会的一些事情 累积到一个阶段 我就会用不同的形式 或者不同的内容 不同类型做出来 那其实像这种议题 有时候比较严肃 一般民众如果说没有非常去关注的话 他不一定会这么理解 但是透过戏剧就不一样 因为戏剧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会接触到的 然后他一旦引发讨论的话 其实很多民众就会开始关注这议题 开始思索说 对啊 我怎么没有从这个面向 我是不是太单一的观点去看移工这个事情等等 那我觉得最近的讨论度真的还蛮高的 好 所以汤哥他们真的做了很多很多元的节目戏剧 然后透过这些戏剧 其实也在沟通很多的议题 很多的想法 而且你在挖掘跟Tune这些年轻的创作者 跟编剧跟导演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创作需要源源不绝的新秀 对 你怎么样去就是赋能 就empowering给他们 帮助他们长大 我其实比较不一样 我其实会先去观察他们的独特特质这样 嗯 比如说他们在思考上 比如说韦伯这个脑袋是 就是在想什么 想什么 对我就会协助他那一块更放大 然后他有什么比较不足的 我可能会协助他 补习 补枪 对 让他去学习 让他去填调 让他去处理 我觉得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样态 那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这几年会 可以从此角度想的事情 是是 好 那博浩在现场 你会觉得我们谈这些很严肃吗 嗯 还好 嗯 你都有在听 嗯 嗯 那 等一下 你会觉得沉重吗 还还好 还好 那等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等一下 回来你就要想出一些 呃 就是鼓励大家继续看百味小树神 第二季的一些看点 嗯 好不好 等一下交给你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51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啊 那我们今天呢 访问到的是 百味小厨神的制作人 那第一季啊 百味小厨神 中原大餐啊 已经播完毕了 欢迎大家在OTD上面啊 都可以继续的去观看搜寻 那第二季呢 9月3号就要开战 哦 武餐争霸战 那我们来请 阮博浩 博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第二季这个武餐争霸战 他的看点还有 邀请大家一起来看 第二季的武餐争霸战就是 我看到 我认识一个新朋友 他是溺水 溺水的 然后他想要 因为只有我看得到鬼 他想要叫我 请我帮忙 跟他妈妈传达一些话 但是他妈妈不相信我 看得到他儿子 所以我就要透过料理 让他确定 我真的看得到他 然后第二季非常的 好玩 很有趣 然后很可爱 然后很感人 哦 不恐怖 不恐怖 大家一定要继续收看 嗯 一定要看 而且他是 全家大小都适合的 嗯 嗯 好 那播出的平台 太难了 不要问你 我们来问汤哥 来播出的平台 好 就是在礼拜天晚上的八点 大家可以一个选择 就是在 八大电视 还有 MyVideo 是 还有 中华电信的这个 Hami Video 跟MOD 是 还有在十点的时候 可以在Catch Play Catch Play 然后就会跟播 所以看的平台 非常非常的多了 这个是 呃 因为刚刚 刚刚开学 然后 呃 很多的 大小朋友 可能第一季都已经丢丢啊 所以持续看第二季 这个时间也不会太晚 好 因为 就是 礼拜天八点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段 刚好看完就可以去睡觉 轻松 好 那韦伯哥还有没有什么 要跟我们提醒的呢 我觉得 在台湾真的要有自制的 二少节目 而且他 就是连大人看都觉得 晶晶有味 这真的很难得 然后就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是 现在这个 这个年代 大家在客厅里面 可能各自看各自的屏幕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然后 一起去看 他不说教不教条 而且还兼具娱乐性 很有很有意义的一个 就是项目 所以是非常非常推荐 大家能够全家一起看 然后还可以看到一些 大家很熟悉的台湾美食 台湾美味 中泡塞做菜 这都是调研 这都是要研究之后才去做的 不是可以随便乱做的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间非常好 要吃饱再看 不然真的是太 看到那个美味的菜色 就是一看完之后 就去夜市再吃一拖 真的很想吃 你要讲什么 没有 我觉得那个红顺米糕很好吃 你里面最爱的一道是什么 我最爱的就是红顺米糕 然后第二名就是 那个 荷兰那个芒果鱼 所以汤哥你能不能延伸出来 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周边的菜色 你们说对 我们真的有 对不对 其实在制作的当下 我们就开始到说 这个儿童剧 第一个 说实在 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说 其实他不太容易被看到 就说 他必须要 通过IP的养成 不同的发酵 我们就会有书 我们现在其实 大家可以去书店 我们书一本乔良书 就是绘本 然后一个绘本 然后我们还有就做 刚刚讲这个食物 我们有做成料理包 很重要 那请问要去哪里买料理包 这个可能就是要上网看一下 我们其实到我们的观网 我们上面有写 尼尼通通有 对 然后他们其实有特别为他们 从我们的菜色里面去发展 IP颜色 希望说这个也变成 中元节大家可以拜这些菜 然后菜也可以吃这样 好的 真的是很好的创作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合家来观赏 百味小厨生第二季 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午餐争霸展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汤哥 谢谢伟伯哥 谢谢博浩 来到节目当中 希望你的课业跟演员生涯 都非常的顺利 谢谢 祝福你哦 谢谢 好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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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